各位看到他 他也是看起来就是很平和的 但是呢 看起来很威严 介绍起自己的画作 神情意气风发 他是旅美画家何念丹 三十多年前自学创作 不只擅长水墨画 更专精动物的画作 尤其他对老虎和老鹰 更是有一番研究和独特的观察 这老虎呢 是我很早就开始画老虎 可是在台湾那个时候 在国内没有人教画老虎 我最后我画老虎呢 我是学到中国画技巧之后 我就寻找主题 去画老虎 但是呢 并不是说跟着老师去画老虎 没有 那我的老师就是动员老虎 就是我所看到video上的老虎 完全是从头到尾去摸索 利用录影带播放定格 和念丹透过画面观察 深入了解老虎的各种姿态 动作和习性 靠着自己慢慢摸索 画出独有的虎姿画风 那我自己来讲我非常注重呢 这个写实 必须呢 它呢 要合乎这个动物 这个鸟 这个动物的习性 或者说它的生理特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老虎皮呢 那么整个呢 我是刷了好几次好几次 那么整个的老虎头 这上面的一些重要的纹路 因为没有一个老虎 没有两只老虎的 虎头的纹路呢 是一样的 在和念丹的笔下 每只老虎都是栩栩如生 不只逼真 更具有动感 但这么多幅的老虎画作 如何做出不同的诠释 其中这一幅创作中 母老虎一旁一微的 可爱小老虎 就展现不同的生命力 充满母爱的表现 有生命啊 它就有爱 那这个是一个家庭的爱 你不要以为老虎很凶啊 它就没有爱啊 因为它对面对着 它的虎宝宝的时候 它的母爱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这幅画里面 各位老虎可不可以画得很凶呢 当然不可以嘛 和念丹的画作 除了森林霸主老虎 还有飞翔天际的老鹰 都相当受到西方社会的喜爱 甚至受到前美国总统的青睐 听说在美国 他也送了一幅画给总统 美国总统小布希 那听说是他小布希 还是亲自到洛杉矶的时候 去接受这幅画 所以何老师啊 画这个老鹰啊 是可以说世界有名的 让凶猛的老虎 展露出不同的姿态 何念丹不只透过画作 让更多人认识老虎的多元面貌 更希望能唤起各界 对老虎保育的重视 因此何念丹更在1996年 联合多位画家 创立了保护野生动物艺术基金会 透过艺术创作 来宣导提倡保护 兵林绝种的野生动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